7月26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联盟展盟第一次会议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乳液专业委员会和公共卫生防疫专业委员会议同时宣布成立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郭长毅表示 虽然目前中国国内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国际疫情仍在蔓延 对人们的生活、对社会的稳定、对全球生产和世界经济运行都造成巨大冲击 第三届展门公共卫生防疫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意义重大 非常必要 专委会的成立为政府、医疗、疾控等专业部门搭建学术沟通的交流平台 为广大参展商提供了难得的市场供需对接的机会 通过展示推广公共卫生防疫经验、科研成果以及新技术、新产品 从来促进本次进博会公共卫生防疫专区的成功精彩 助推公共卫生防疫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优化创新 因为疫情的原因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备受瞩目 其中首次设置的公共卫生防疫专区更显热门 据了解 截至目前 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已有近50家企业报名参展 占了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 涵盖了公共卫生防疫领域90%的知名企业 其中世界500强级龙头企业有近40家 记者当天在医疗器械展区的展前供需对接会上看到 多家行业内知名企业带来将在第三届进博会上首秀的战役新品 令国内采购商大感兴趣 大家看到的这一款是一个全新的医疗防护系统 适用于各种的恶劣环境 它里面是重新定义了一个新的过滤风向系统 这里面后面的过滤系统 它可以更换两种电池 其中有一种强电池的话 是我们在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充电的情况下 后面可以用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还有这一块的话 我们这个面罩这一块 一个进风系统的话 从一种这种恶劣的一种条件下 或者说一些这个病毒的一个情况下 都可以适用这一套全新的一个异动防护系统 那我们也会将在今年的第三届进口博览会 重新这个首次首次推出这一款这个新的技术 这个是我们吉麦邦美在这次进博会展出的 手术室感染控制解决方案 包括了手术室的废气和肺液回收系统 它有四层过滤系统 然后可以过滤0.1到0.2微米的微小颗粒 满足了现在疫情防控常态下 手术室感染控制的新要求 是目前唯一能够满足美国FDA要求的 手术室进化设备 记者了解到 在当天的对机会上 已经有参展商获得进博红利 德国自然空气能量解决方案公司 宣布于黑龙江省商务厅达成战略合作 你在中国投资建厂 加快医用防护用品的落地投产 专业生产全球领先的医用防护系统 在宣布的膀胱里面 继续 继续